台南中西区街头27号晚间传出警鸣纠纷 原来是一名女驾驶开着兵士车 违规行驶机慢车专用道 眼看远景开单取缔 女驾驶在签收举发单的当下 情绪非常的激动 还高分贝的呛警察 最后经过丈夫的安抚才离开 但当街咆哮呛警察的画面 也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眼看远景上前取缔违规 兵士车女驾驶机动暴怒 越讲越大声 不仅高分被咆哮 女驾驶甚至下车向下 发现另一半已经失控 女驾驶的丈夫赶紧下车了解 就怕女子出现更脱序行径 支援警力获报前来 事发在27号晚间台南中西区友爱街 当时兵士车女驾驶违规行驶机慢车专用道 就在签收举发单当下 她竟情绪激动 最后经过丈夫缓夹安抚 这才信心然离去 而另外疑似在高雄 则有男子对着同事咆哮呛瞎 工程公司内一大群员工放松聊天 但下一秒男子竟大声怒呛 不仅咆哮 男子还怒砸玻璃一瓶 大虎说自己不干了 你干什么啊 网路上流传这段 员工发生口角的监视器 并标注地点位于高雄 对此辖区警方经过比对 确认案发地点 并非设置于人物区 本首原警未接获报案 员工口角原因仍有待厘清 而唯一确定的 恐怕是同事之间已经伤了和气 记得这么多 好 好